东北公主病女孩 外表漂亮光鲜亮丽 背后拉她一周都不洗碗 养了七条狗一周不柴时 不打扫卫生 还和男闺蜜舔同一个冰淇淋 男友实在受不了快崩溃了 屏幕前的你能接受这种女孩吗 看看图雷老师怎么说 可以跟男闺蜜共吃一样东西 我舔一口你舔一口的女人 一个跟你说 干嘛要把恋爱跟婚姻处在一起 我亚根本没打算要嫁给你的女人 难道真的颜值就是正义吗 颜值就是一切吗 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看不出来的 图雷老师表示在好看的皮囊 也不是拿来看的 不是用迟早会淘汰 那这个女孩生活中 还有什么更过分的事情呢 故事的男主人公张先生来自山西 是一名技术开发员 女主人公潘女士今年23岁 是一名汽车女主播兼任主持人 没想到光鲜亮丽的背后 既然会是这样邋遢的一个女人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两人一上台主持人就迫不及待 问到两人来此的目的 意思是要带她和你父母那是吧 对 不去是吧 嗯 为啥 这感觉现在还下不倒决定吧 还没有想好 从两人对话聊天中得知 这对小情侣在一起两年多了 男生对女孩一直都很宠溺 女孩的世界什么都可以有 但男生只能围着她转 她就是世界的中心 因为男生平时喜欢打篮球 周一周五上班出差 周六喜欢打一上午篮球 结果女孩直接把男生的篮球放弃 球衣球鞋直接扔掉 你见过如此霸道的女孩吗 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而女孩的解释就是希望男友多陪陪的 真相真是如此吗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全场都不淡定了 本以为女孩是一个有爱心 爱卫生爱干净的人 没想到她把狗狗带回家 从头到尾都不敢碰 嫌弃他们脏 狗狗看着是可怜 但是自己不愿意伺候他们 还是不要养了 接着男生反驳到女孩 你看我可怜吗 狗那些东西你都不收拾 夜周的屎 在家里面 厨房 卫生间 客厅 厕所 门口 不是你让我干这些 我也不会吗 不能让我来看这个事情 我感觉我就是禅使官 我完全想说 你帮忙忙不应该吗 那不然我为什么要找你当男朋友啊 真可怜的男生 出差回来本想着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没想到一屋子的狗屎 都在等他回来产 原来禅使官是这样来的 女孩找男朋友就是为了 照顾他照顾他的狗狗 接着赵川看不下去了 这样的女朋友你爱了吗 赵川主持人都直呼受不了 可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接下来男生暴露出的一幕 让全场都惊掉了下巴 原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竟然有这么邋遢的一幕 不仅仅自己吃的饭碗锅瓢 不洗就算了 连自己的衣服 一个星期都不知道用洗衣机洗洗 还有等男生周六回来才洗 这样邋遢的女孩适合过日子吗 接着女孩的一番话 彻底明白她的原生家庭和家教了 那时候我爸我妈也是这么对我的 我走到哪都是跟我屁股后边收拾的 我爸妈还说了呢 以后我就才嫁人 嫁的老公也得找个像他们那种 贴心对我好 什么事都宠着我的 女孩的家教出了问题 这样宠她的父母也是罪回祸首 而女孩嚣张跋扈的性格态度 也是让人不敢沟通 趾高气昂还说做不到她的要求 就不用和她在一起 接着男生说这些都是肉体上的折磨 更过分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着男生暴露出女友和她闺蜜的事 吃饭 他买了一个甜筒 他舔了一口 他就把这个甜筒就给了他那个朋友了 他说你尝一下 好不好吃啊 不是他那闺蜜甜了 啊 她们俩穿的衣服 她什么穿女装是一样的 一个女孩和一个异性所谓的男闺蜜 同吃一个甜筒冰淇淋 你一口他一口 还是当着男友的面 你要是这个男生你会容忍你女朋友这样吗 反正我是容忍不了的 男女之间真有纯洁的关系吗 就算有可以这么亲密吗 可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过分的是和男友吃完饭后 女友要去男闺蜜家里喝酒 并且喝到名鼎大醉不清醒 于是就睡在了男闺蜜家里 这事情本身就很严重了 而女生却认为很正常的关系 这有哪个男生受的呢 接着赵川问到女孩 我们一提这个事情就吵架了 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呢 我们昨天有点私房话要说嘛 男朋友再也不好 我的天 一个女人和男闺蜜 有私房话要说 并且不能让男友知道 这让赵川都刷新了他的三观 男友表示自己很不喜欢 那个男闺蜜 两人因为此时经常吵架 一吵架女孩就和暴躁 暴躁程度之间把人看待了 就会吵架 吵得特别厉害 看到什么东西他就会摔 他看到水杯他就摔掉了 看到手机他就摔了 他看到不亮了 他就把平板亮给摔了 你摔那些东西都是钱的 你说你摔东西你自己买呀 那是你还让我去给你买 那我因为你生的气 我不摔东西让你买的谁负责呀 就这样一个任性刁蛮的公主 哪个男人能伺候的了 要是我早就一脚踹开他了 用虎脚蛮缠无理取闹 都不足以形容他了 但这些毛病男生居然说可以容忍他 并且想要和他结婚 以为结婚后女孩就会收敛一点了 可接下来女孩的态度说明了一切 女孩也许只是想找一个保姆 一个给他洗衣做饭 喂狗打扫卫生的柴石棍 根本没有想过和男生结婚的事情 因为一件小事 可以这么男生半个月 每一天都要红 这和伺候古代的公主没什么两样 并且这个公主还是个不尊重长辈的人 对男友父母的态度简直让人想抽的 就这样一个女孩 真的值得过日子吗 最后赵川问到女孩 今天来这里究竟想不想嫁人 那娘是不是该谈婚论嫁了 为什么说谈婚论嫁和谈恋爱 一定要扯到一起去呢 那你们谈恋爱 我们现实一点行不行啊 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 一步一步的都没有稳定下来 我们按照现实来嘛 什么时候我想结婚了 我都到时候了 我也会主动跟你提的 如果我现在就这么草率的答应你 那也相当于空头支票一样啊 女孩的回到达模棱两可 一边不想放弃男友 这个免费保姆的呵护宠溺 一边不想结婚拖着男友 还想再再晚两年 也许是在等待能不能遇到更好的 男友这个备胎 有谁不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其实一个女孩真爱一个男生 他会不顾一切想要嫁给他 而不是须与尾仪一拖再拖 爱与不爱已经一目了然 赵川也解决不了两人的情感就够 只好交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出场的是左右老师 左眼老师点出了女孩的种种 不被大家不被父母喜欢的缺点 女孩出镜直播和台下判若两人 外表看得到的光鲜亮丽 实际上却邋遢的不行 他有没有想过他的粉丝 看到真实的自己会做何改想呢 如果你喜欢的主播 现实中确实这样的存在 你会怎么办 女孩子还是要收敛一下公主并脾气 保持好和异性接触的底线原则 这样才会有更多人喜欢 接下来是颜品红老师犀利点评 眼品红老师不惯着女孩 抓着就是一顿对 人的一生不能光靠外表的光鲜一直支撑 就女孩现在的状态 就算是做主播也做不长久 谁家的父母能接受 未来而媳妇 一个星期都把锅碗瓢盆 丢那里一个星期都不管不顾的 对动物的喜爱 就要对动物负责 一个星期不收拾分别 这种人就算嫁给了男生 也不会做家务 两人的矛盾不是婚姻能解决的 而是要先学会做好一个人 颜品红老师希望两人好聚好散 带着心目中对方的一点点美好 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修炼好之后再谈恋爱 接着是压轴出场的图蕾老师点评 有些女人呢 她只能看看而已 那有些男人的话呢 也只能听听而起 人生都过成这样 自己的审美都是这样 对爱人也不负责任 连最起码的 在家庭当中的一个自制力度 没有 有这样的人怎么做自媒体呢 我相信你也不喜欢被别人说成是肤浅 但其实你今天的表现就是肤浅 你应该让那些 曾喜欢你的那些粉丝 都已经伤心伤了 真的想要做好事业 真的想让别人喜欢你 真的想把自媒体最好 要谨慎自好 图蕾老师不愧是史上最强爱情导致 看不惯的敢怒敢言 喜欢的大家在场 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才有可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女孩在场上说的那些话 第一个插着腰高高在场 一个人首先要爱自己 然而爱自己的方式 就是要注重行为表现 最起码的道德礼貌价值观 一个女人就算不谈恋爱 23岁的年龄 人生还有这么长 不要让自己做的事 是别人拿来诟病而说三道四的话题 接着图蕾老师说到男生 你靠的不就是眼睛吗 你除了眼睛舒服之外 请问他说那些话 你耳朵舒服吗 他做的那些事你心舒服吗 他那样对待婚姻 对待你的父母 对婚姻的态度 你感觉良好吗 所以这段恋爱 你一直靠眼睛才活着的 所以你没有骨气 一个可以跟男闺蜜 共吃一样东西 我舔一口 你舔一口的女人 一个跟你说 干嘛要把恋爱跟婚姻扯在一起 我也没打算要嫁给你的女人 一个男人 怎么可以容忍自己女朋友 和所谓的男闺蜜这么亲热 同吃一个冰淇淋 还在他家喝醉过夜 难道就不怕中间发生点什么呢 男生对女孩的种种宠溺容忍 只是为了这个好看的皮囊 仅此而已 却让自己变得这么卑微 和没有骨气 一个人对你不尊重 怎么可能尊重你的父母呢 男生也要好好审视一下 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了 不然男生以后的日子 都会过成两眼一抹黑 爱人七分爱自己三分 爱人之前先爱自己 收拾好自己的骨气 好好重现找一个值得被爱的女孩 好好恋爱 好好步入婚姻 才是男生最佳的选择 一个女人不应该认为男生 就应该交纵他疼爱的 美丽漂亮是女人的资本 但不是拿来学药的 真正内在有料 品德好的女孩 才是当代的长青树 还有不管是恋爱婚姻 都应该忠于自己的伴侣 和异性保持距离 不然就是自身的价值观扭曲了 最后两人听了嘉宾老师的话 都放过了彼此 没有再走出大门 也许分开对于两人 都是一种成长 不管怎样祝福他们幸福吧 也祝屏幕前的 你婚姻爱情幸福美满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